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 你喝醉以后 为什么要跟我说那些话 你为什么要给我希望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你根本就是在利用我 苏母 阿英是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很清楚 就算有人要利用你 那你绝对不会是她 白映 这日 灰飞湮灭是什么意思 她当然不敢告诉你 否则你就不能替她卖命了 她和我一样 是在利用你 又来一个 空丧太子殿下 宋某你看清楚了 就是他们 何起火来骗你 利用你 在他们心里 只有空丧的十万子民 你什么都不是 你 胡说什么 上次无色成奇 柳王无法在日光下生存 那下一次无色成开 柳王敢灰飞烟灭了吧 这一类碑上 可都起砘哪 白映 她说的是真的吗 这就是无色成开的代价 这就是你们空丧和权仙的命运 你们逃也逃不掉 我 倒是太子殿下 你是坐享祈福的那个 百年前是 百年后也是 手持咱哩 你闭嘴 再一次 快不了 让你和なら 你会很反对 你说 你就่ 是吧 宋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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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本打算 等这一切结束的时候 就告诉你的 等你死了以后吗 我原本 想早一点告诉你的 可是你什么都没说 哪怕是一个字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 这件事情 不值得你告诉我吗 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 你喝醉以后 为什么要跟我说那些话 你为什么要给我希望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你根本就是在利用我 宋某 阿英是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很清楚 就算有人要利用你 那你绝对不会是他 那就是你 你 你在利用我 不是的 宋某 不是的 太子殿下不知道此事 不是的 不就是你 你不需要 有办法改变 这就是我的命运 对不起 我想一个人冷静一下 太子 殿下 你怎么一个人啊 殿下 殿下 发生什么了 卿尘死了 太子哥哥 白莹姐姐和冰框哥哥呢 五色城再次打开 柳王就会会飞烟灭 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告诉我 是真的吗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大叔大叔 太子哥哥说的灰飞烟灭 什么意思 那个 你说话呀大叔 就是 要拯救十万子民 阿英和红渊他们 就要再次打开吴色城 而打开吴色城的代价 就是他们灰飞烟灭 不再复生 为什么不跟我说 你们都知道 就我不知道 为什么 是白王不让我们说的 那 那不解封印了 不解封印了 那 那如果解了封印大家都得死 那我们解封印还有什么意义啊 我们祭奠了一半的生命 活在阴冷的吴色城中 所有的意义 就是让控丧解封 那生死亭我们都已经 经历过一回了 这次不仅仅是白炎姐姐 连你们也得死啊 为了不让付出变得无意义 我们就得继续往前走 也许这 才是付出的价值吧